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 也二年余了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 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 祖母死了 父亲的差事也交谢了 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丧事完毕 父亲要到南京谋事 我也要回北京念书 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 有朋友约去游逛 勾留了一日 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 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因为事忙 本已说定不送我 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 陪我同去 他再三嘱咐茶房 甚是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 怕茶房不妥贴 颇愁愁了一会儿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 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 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他愁愁了一会儿 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 他只说 不要紧 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 进了车站 我买票 他忙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 得向脚夫行些小费 才可过去 他并又忙着 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 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 非自己插嘴不可 但他终于奖定了价钱 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捡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 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 他煮我路上小心 夜里要紧醒些 不要受凉 又煮托茶房 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鱼 他们只认得钱 托他们只是白托 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 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 唉 我现在想想 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 爸爸 您走吧 他望车外看了看说 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 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 许穿过铁道 许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 走过去自然要费时间 我本来要去的 他不肯 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 穿着黑布大马褂 神清不眠跑 满山地走到铁道边 慢慢探身下去 上步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 要爬上那边月台 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盘着上面 两脚在向上缩 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围倾 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 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试干了泪 怕他看见 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外看时 他一抱了珠红的橘子 望回走了 过铁道时 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 自己慢慢爬下 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 我赶紧去尘塔 他和我走到车上 将橘子一股脑儿 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 心里很轻松似的 过一会儿说 我走了 到那边来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 他走了几步 回过头看见我 说 进去吧 里边没人 等他的背影 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 再找不着了 我便紧来坐下 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 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 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我北来后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 信中说道 我身体平安 围绑子疼痛的厉害 举著提笔诸多不便 大约大去之起不原意 我读到此处 在晶莹的泪光中 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 黑布马瓜的背影 唉 我不知何时 再能与他相见 我看见 你 我误会 我误会 你 我误会 谢谢观看